Hello,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KCL网络的官网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上方它自动切换到中文的模式 这就对我们的阅读有了很大的方便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 分散银行私人交易和加密消息 这边可以看到它的银服务 移动 还有桌面服务以及路线图 他们所要表现的 所要展示的就是一个创新 Conseal网络是一个安全的点对点 隐私框架使个人和组织能够在分享 且不受审查的环境中匿名进行财务沟通和互动 Conseal网络为CCX加密货币提供了动力 该货币是一种模拟实物现金的开源 受隐私保护的数字现金系统 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存储或消费你的CCX 代币 这个Conseal网络的所有交易 存款和消息都是不可追踪的 防篆改的 并且在使用加密信息的情况下 无需中央授权 Conseal网络也是一个社区驱动 真正去中心化的区块链铛 每个人都可以访问 无论社会或者是财务状况和地理位置如何 没有人拥有隐藏的网络 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参加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他的银行业务 存款和投资 存款构成了Conseal网络生态系统的支柱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平等的组付形式 可以锁定存款 Conseal投资为长期持有提供 持有人提供更高的利息回报 以及他们的加密系统 是一种真正的分散 也就是区中进化 匿名无法追踪和端到端的 加密消息服务 他在区块链上运行同时允许 自毁的消息 未来版本将包括 外和移动消息 应用程序 这是他的计算 合计 以及利润 存款 12个月的存款 在这里面可以选择 多少个月 以及你的金额 然后就会出现他的 总数 以及他的 利润 这里是最高利息 这是举例 持有的时间 以月份来 累积 以及基本的年利率 标准 标准 这里是利益和 总的收入 使用conceal钱包 无论你是安卓 无论你是安卓或者是云服务 或者是苹果 以及 Windows 也就是你的电脑 conceal标准钱包是货币所有功能互动的中心点 使用钱包 您可以发送和接收 CCX代币 发送和接收加密的安全消息 管理您的存款和投资 钱包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平台 这些平台 这是关于 这是关于conceal网络的信息 以及它的矿业 利用cpu或gpu采矿 conceal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支持 cryptonight conceal的矿池或者是使用我们的conceal采矿 采矿池 以及它的交流平台 路线图 团队的信息 我这边是没有加载出来 大地自行查看 对 还是没有加载出来 以及联系方式 好 这是它的主要页面 那我们现在 来到它的上方可以看到这边有关于它的 维基 维基 这样一个说明 conceal维基 那开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边上 有关于钱包 银行 采矿 安全 包括它的路线图 智能节点隐藏支付盒 和 它的 conceal支付和conceal id 以及一些问题 的解答 关于它的使用宣言 就是它的一个说明 conceal网络是一家区中心化的区块链行 它允许用户 秘密发送和接收资金 消息并赚取存款 利息 所有这些都使用公共分类 这样完成 允许防黑客的 交易 在conceal网络呢 我们认为 银行隐私 是一项 基本的权利 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 铺平道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 通过 去中心化的 金融服务 为社会包容 提供一个 隐私的框架 conceal网络是基于 应用协议 这边有更多的信息 大家点击这里 是可以了解的 那去中心化的银行 是一种开源私有加密货币 对等数字现金系统 存款构成了 conceal网络生态系统的骨干 为用户提供了 conceal网络的延伸代币 也就是CCX的 平等主义框架 定期存款是定期存款 当锁定存款到期时 您就会获得 附加的利润 用户可以私下选择 放样时间 的长短 以及要放样的CCX的数量 接下来可以看到 它的私人交易 conceal网络中的交易使用 从最低级别的 还签名来混淆 所有交易的来源和目的地 以确保它们是不可追踪 和 不可连接的 包括它的加密信息 conceal网络提供了 耐审查性的加密空性 真正的去中心化 匿名 不可追踪和 端到端的加密消息传递服务 在可提供自毁消息选项的 区块链上运行 未来的版本将包括 外部和移动消息 应用程序 以下呢是它的一个 连接方 联系方式 该 危机是他们的 用户的主要文档来源 以及这里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它的官方网站 那在这边有更多关于钱包 以及银行 和信息 采矿 安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查看一下 那今天的 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的下方进行 关注 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